没有一个具体规定 按照您的需要去做 我们可以先画竹叶 也可以先画竹杆 现在我先做画竹叶 画种叶子 这是一组了 种叶子 这是一组了 还可以画点 远处的 和他呼应的种叶子 这是一组了 偏淡也可以 偏重也可以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去添竹杆 两边占墨 开始画竹杆 竹杆的画法 要顺着叶子的结构进行 注意调动笔杆的方向 注意粗细 和结与结之间 不要在一条线上 要错开 杆与杆之间 要有疏密变化 要有疏密变化关系 勾这个结 要用浓墨 画这个小的枝 和小竹杆 要注意顿挫 注意疏密组合 注意疏密组合 注意静的穿插 小支的穿插 小支的穿插